你好,欢迎收看10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27号是由县议员周俊佑进行质询 针对国土计划宣传仪式,参与人数不多无法达到宣传的目的 希望县府远民处能够邀及族语老师、民意代表说明 不要影响族人们知的权益 2019年中央推动国土计划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 但是花莲政府已经这么嫌醋,宣传这项政策没有成效 部落旗老主任们对国土计划基本概念相当不了解 民意处前往各部落说明会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来参加 影响到部落族人们能知的权益 地方的一些旗老或者是地方人士对于我们国土计划的不了解 特别说我们县政府在于宣导上面非常的不足 后来本席在于这次在我们的县政府的 一个运作以及设置办法,它有非常的精辟的一个解释 让人民更于了解我们的部落的那个国土计划 未来的发展 但是因为这个宣导短片至今从2019年到现在 才录取才观看人数最多到千人 因为它有设置不同的语言的一个国土计划的一个宣导 所以说县政府在于宣导的时间点是非常的没有扩及到地方 让我们地方的族人以及我们的部落了解我们国土计划 对于我们的地方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县政府在于宣导我们的国土计划的话 可以不要像一般的行政单位不要主动的把我们所设置的一个相关费用 努力的妥善的过章,让我们更多的族人了解 不管在于我们的,不管设置之外 我们也要宣传,要宣导 让人民更了解我们的国土计划的实施办法 然后再配合我们的委托单位 能够放映我们的那个国土计划 在我们国土计划说明的会议的时候 能够更与专业性的一个考量 以及他们可以提出他们更一些 更碰到一些部落的相关问题 可以提出一些意见 所以说在这次的质询里面 我希望说我们原民处政要向上级发条 能够把我们的国土计划 在这段时间努力的去做一个整合跟规划 再来就是现今我们国土计划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分对我们部落有分为都市计划内 以及都市计划外 所以很多都市型的部落 跨及都内跟都外的问题 所以说因为都市计划内 按照以都市计划法的规定 它有先后期程 所以国土计划的运作的话 会被我们的都市计划所影响 所以国土计划在运作在我们的 在运作我们的一些传统领域的一个位置 不然像我们城乡发展 我们的农业发展上面的一个规划 会受到影响 我希望说在于我们 应该说我们国土计划的实施的时候 不要因为受到我们都市计划的限制 造成说我们114年执行我们的国土计划的时候 受到影响 因为114年宣布我们国土计划的实行的时候 在于我们105年之前所设置的违建 都有可以做合法性的一个措施的处理 然后可是都内的他要等到何时都不知道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制于我们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不管是3年5年10年或10年以上 有可能在114年都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们国土计划 给予我们的原乡发展的一个推动 现眼周计划表示国土计划有分为都市计划与非都市计划 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多 有没有说 3年度来宣传工作可是是停滞不险 希望拿出解决的办法 让主任们了解自身的权益 记得喜欢广播剧场 我们下期见